郑伯健这一次对2022年银年预测很有分量感 里面的信息量也超乎了我们的认知 其中四大警示 更是提醒我们防患于未然 或许会出现危机和人祸 那他说的真的靠谱吗 让我们一起来详细地了解一下吧 郑伯健在近期的视频中对2022年做了整体的预测 其中包括了世界趋势、疫情、经济、人祸、能源危机 自然灾害、未知的事情、大凶事间等 都一一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我们最关心的话题——疫情 对于病毒来说 它的杀伤力正在降低 但是传播的能量却越来越强 虽然看起来不是一件乐观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坏事看好 这或许也会加快全球群体免疫 慢慢地变成普通的流感 但要注意一点 不是让我们放松警惕 日常生活中需要继续做好防护 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金融业 面临自身的改变和突破 全球的虚拟货币会 迎来前所未有的起伏 但是在未来 它们绝对是一个向上的领域 除此之外 2022年会出现金融丑闻 大企业的倒闭 科技公司被限制等 不过经济会开始慢慢地调整 初期百姓的感受 便是像《地母经》中的描述 六处尽遭凶 古代的六处发达 也代表着农业的兴旺 人民的生活就可以安定幸福 但如果六处出现问题 这一年的经济也会不如意 郑伯剑这里就是在指 一开始经济的调整 对于百姓来说并不乐观 物品的价格会上升 家中的财富也会不断地流失 第三个是天灾和人祸 自然灾害根据 地牛大翻身推测 可能会出现历史性的大地震 随之会引发火山 海啸 水患的问题也比较显著 靠近地震带或是居住的沿海的 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这种自然灾害是无法预测的 每年大大小小的灾害都会发生 只能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 尤其是内陆地区 反常的气候和天气会随时出现 毕竟全球变暖或火山爆发都会影响来年的气候变化 天灾之外 全球或会出现供应链的失调 自资源的短缺 粮食危机等 郑伯健还强调了毒气 譬如辐射泄漏 集体中毒事件的出现 所以住在毒气 排除工厂附近的居民 需注意 尤其2022年 是一个全阳的年 到了5月和6月的时候 夏天已经来临 爆炸的能量也会越来越强 处于南方的 国家应该提高警惕 能源危机我们之前就有提到 这是全球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 转型过程中也会带来阵痛 譬如 多个地区大面积停电 或是出现能源抢夺战 随之会引发恐怖袭击 郑伯健强调 主要是建筑和泥土方面的袭击 西方国家应注意 未知的预测和2022年的凶的时间段 第一个是国际领袖遇害 和世界级的女领袖出现 不过涉及到了敏感话题 郑伯健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来 美国的灵媒师朱迪 海利文曾说过 灯和晶晶会出现健康问题 以及印第安人的诅咒 只不过这也只是一种胡思乱想 郑伯健具体指的是谁 哪个国家的人 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如果有想法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2022年的8月7日到9月6日 郑伯健认为在这个时间段 世界上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不管是好是坏 都是两极分化的 希望大家都注意这个时间点 不要过于地盲目 或是冲动地做出某个决定 虽然从新冠病毒出现之后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未来的每天都是充满希望的 郑伯健认为疫情很可能在2022年 也就是疫情肆虐的第三个年头终结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有很多的战争和 大流行病都是三年始终 或许新冠病毒会在 年末和人类共处共存 就像是普通的感冒一样 人们的生活也会回到正轨 虽然现在的生活会被疫情阻碍 但我们要从积极方向来看问题 即便危机一直存在 但是好运和机遇也围绕在我们身边 郑伯建称自己预测的事情 不是让大家起人忧天 而是希望每一个人可以位于筹谋 其实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并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大家以什么态度 和观念去处理事情 我们深而为人 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坚守正义的道路 不要活在自己的偏见里 不要总以一副自我的姿态 来树立价值观 郑伯建希望每个人都把善付诸行动 而不只是嘴上说说 放下我们心中的执念 人生百态 各有各的苦楚 妒忌是一种能力 妒忍是一种格局 真正善良的人 才能做到妒忍妒忌 只有理解其中含义的人 才可以避开不必要的麻烦和祸害 我们上面有提到女性的崛起 这也正是郑伯建队未来女性的预见 如果谁可以率先共察先机 也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 下一期我们再见